眼里的色彩诱人的芬芳 甜美的花蜜 如此充满诱惑的外表 却是他们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在美丽和芳香的掩盖下 他们精心设置了可怕的陷阱 他们将猪猪并吃掉昆虫 演变成可怕的植物杀手 隐蔽杀手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K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生春 说起植物我们都非常熟悉 我们吃的粮食 蔬菜 水果 甚至用的水用油等等 都是植物馈赠给我们的 在很多人看来 植物固定生长在土壤里 它似乎不如那些拥有脑细胞的动物们 更富有智慧 如果您这么想 那恐怕就是您低估了植物 为了生存繁衍 植物可以说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植物会布置陷阱引诱昆虫 还会建造防御设施来抵抗昆虫的伤害 它甚至还会设计制造精妙的机关 把这昆虫装进自己的牢笼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它们甚至演变成了可怕的杀手 一颗植物是怎样捕捉会飞的昆虫 它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的吃掉自己的猎物的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在生存斗争方面 植物表现出了动物的某些特征 它们和动物一样 受食物和繁殖需求的趋势 植物的繁殖 最初可能起源于水中 很快 它们便开始借助锋利传播花粉 随着昆虫的进化 植物找到了一种更精确的方式 运送包子 它们必须向服务者提供花蜜 蜡和花粉作为报酬 它们的幼儿有娇艳的花 此外见标记 浓烈的芬芳 不只有昆虫 哺乳动物和鸟类 也被植物拉了过来 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如此密切 以至于有些植物 再也不能独立生存 这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惯事 当营养缺乏时 植物就变成了杀手 南部非洲生长的一种荷花 乍一看 这种荷花就像少女一般纯洁无险 其实它充满危险 在绽放的第一天 花尔尽情展露风资 露出花蜜 它向这只毫无防备的施压营 发出了邀请 但这是它的一个轨迹 看起来唾手可得的美餐 其实是毒药 荷花为何要杀死受粉者 因为这只即将逆死的石牙营 可能拜访过其他绽放的荷花 它的身上带有这朵荷花 所需要的花粉 非洲荷花将石牙营 引诱到雌性部分周围的液体中 然后把它关在里面 保证了易花受粉 花粉从石牙营身上 掉到下面的死柱头上 于是丝花收动花瓣 开始了繁殖的历程 植物和动物进化出了复杂的关系 为了赶走饥饿的食草动物 欧洲的起荣草 为自己搭建起了防御设施 它围着主干和分支 建起了护城河 淹死企图袭击它的昆虫 起荣草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凤梨科植物生长在营养和水分缺乏的地方 它们的叶子呈漏斗状排列 可以收集雨水 它既保证了自己的水分攻击 又能够阻止昆虫掏食叶子 这些表面极极光滑的叶子 一方面能够防止自己脱水 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到访的昆虫 掉进自己的陷阱 非洲荷花和某些凤梨科植物 虽然都能够捕捉到昆虫 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 它们都还算不上是食肉植物 只能是捕虫植物 陈少良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植物生物学研究 捕虫植物和食肉的食虫植物 它的区别就看一看 关键是看了 它能不能把它捕捉的动物消化吸收 一般捕虫植物 动机可能不是为了消化动物 而是利用它来传粉 那么这个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说食虫植物或者食肉植物 那么它主要是利用动物的营养 把动物消化之后 把它的一些营养吸取出来 然后供它自己来吸 当然了 它这个营养主要是矿制营养 刚才我们看到 这非洲荷花为了达成兽粉的目的 杀死了为它兽粉的昆虫 这种植物看起来似乎真有点残忍 不择手段 而有些植物为了不受亲爱 还设置了防御的攻势 不过刚才专家说到 这些植物还不算上食肉植物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种植物 比前两种又更近了一步 它不仅仅会设置陷阱 杀死昆虫 而且还会分泌出一种类似动物肠胃里的消化酶 让这昆虫分解掉 植物竟然有了动物的某些属性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在美国东部的湿地里 生长着瓶子草属的瓶子草 它瓶状的叶端名叫小勺 色彩艳丽继维芬芳 能吸引远处的昆虫 与花一样 小勺上也覆盖着众多花蜜线 以虚假的食物引诱昆虫 瓶子草将水陷阱发挥到了极致 它们的叶子看起来就像一口钟 里面装满了水 用来淹死猎物 它们引诱昆虫的诱饵 仍然是香甜的花粉 但是 贬制在这些线体上的 是数百万细小的尖端朝下的龙毛 请看这个特写镜头 当昆虫踩到了这些尖端朝下的绒毛 昆虫会顺着绒毛生长的方向往下走 以避免被这些细小的绒毛扎伤 很快 它们就会遇到一层厚厚的光滑涂层 于是昆虫失足掉进下面的水里 就像这只黄蜂一样 令人惊讶的是 当昆虫掉入陷阱 这种植物似乎没有足够的耐心 等待昆虫自然的腐烂掉 而是会像动物的胃一样 分泌出消化酶 溶解昆虫的尸体 并吸收昆虫释放出来的营养 但是 这也让瓶子草遇到了一个问题 瓶子草没有办法吐出动物的残渣 因此 它的陷阱里面 往往装着上千个昆虫的外壳 不过 不必为瓶子草担心 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瓶子里的水招来了一种蚊子 这些蚊子就生活在这里面 它们以昆虫残骸为生 从而帮助瓶子草 打扫了战场 瓶子草充满水的瓶子 成了蚊子的乐园 它们在里面画蛹 从扭动的幼虫变为飘移的蛹 最后 它们化为成虫出来 有的在飞走前 还偷吃了一顿花蜜 在进化的过程中 瓶子草还遇到了一个麻烦 那就是 它们的瓶子经常会被雨水灌满 知荆的力量往往不足以支撑如此沉重的水灌 许多瓶子草发生了倒浮现象 但是 聪明的瓶子草 进化出了一个瓶盖 它会防止雨水过多的注入瓶中 于是 瓶子草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麻烦 一种植物的叶子像花瓣一样艳丽 上面点缀着晶莹的花蜜汁 这就是毛高菜 全世界有一百多种毛高菜树植物 它们是粘性杀手之王 这些闪闪发光的珠子不是花蜜 而是尖端带有粘液的线毛 一旦昆虫被捉住 线毛末端的线体就会分泌酶 溶解肉体 然后吸收动物身上的营养 当猎物接触到粘液时 一个信号被传导到叶片上 激活其他包围猎物的线毛 挣扎只会令情况更糟 因为猎物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粘液 这些粘液会紧紧粘入昆虫 直到昆虫精疲力尽 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下一个信号会刺激叶片朝一侧生长 将昆虫吞没 这个过程用岩石拍摄看得最为清楚 消化完成后 叶子向另一侧重复这种生长过程 于是 陷阱又重新设置好了 不过 任何叶片的生长能力 都有一定的限度 毛高菜的这种卷曲 只能重复三次 之后 他艳丽的叶子就会凋落 因此 毛高菜必须珍惜这三次机会 刺激而动 只有在大力舞蹈来时 他才会卷起叶子 可能有不少观众 看过马戏团里的一些动物表演 比如聪明的小狗会计算 机灵的小鸟会数数 其实它们都是在续养师的暗示之下 与续养师密切配合的结果 可是您是不是知道 有一种植物 它真的会计算 并且在它的算计之下 凡是与它发生接触的昆虫 几乎都无法逃脱被它吃掉的恶运 它是如何做到的 它的机关陷阱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咱们接着往下看 它叫捕莹草 这是最早的食虫植物 猎物被关在一个带栅栏的笼子里 无处逃生 捕莹草捕石榴的关线 在于它的陷阱表面 鲜红色表面 覆盖着分泌花蜜的线 这些线吸引昆虫的方法和花的相同 在陷阱每一侧的中央 分布着三根四针 触摸一根针 触摸一根针没有情况 但如果触摸两根针或触摸同一根针两次 陷阱就会启动 这是一种会计算的植物 它那叉子一样的齿索结构 将猎物抓住 关进牢里 当猎物出到一根四针时 它会把一个电信号传给陷阱的中类 这个电信号 是植物进化出的一种 与神经脉冲最相近的信号 信号改变了陷阱各部分的压力 在三十分之一秒内 陷阱就会关闭 陷阱闭合 消化过程开始 消化现 喷出大量的酸和酶 吸收昆虫的营养 植物因为攫取了昆虫尸体 丰富的营养 而蓬勃生长 当昆虫尸体彻底被消化掉以后 陷阱里面的细胞就会膨胀 陷阱再次打开 这样每次享用完美餐后 陷阱就会变大 它具有弹性 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触发 振婴草 吃灭的桃子里面的细胞就会带到薄药 是因为重复着的 在没有第二天 没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 翌日是在重复的 一步步让自己强壮起来 在所有食虫植物中 也许这是一种最令人吃惊的 剂菜种子分泌芳香的毒素 可以吸引和杀死 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动物 毒素保护剂菜不受袭击 而且通过吸收动物身上的营养 种子就地为自己提供了肥料 这是一粒种子 但它显示出了动物的所有基本本能 包括自卫 进食和繁殖 剂菜的种子在微型动物的尸体上 茁壮成长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 孕育出了植物的食肉特性呢 一般的来讲 就是食虫的植物呢 它生长的环境呢 都是土地比较极薄 营养元素比较少 植物特别是氮素 比如说一些多余的地区 比如说热带地区 土壤里的氮素呢 不能够保存 如果靠它的根系 吸收矿子的 吸收土壤的矿子营养 不足以支持它的生存需要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容易发育出一些食虫植物 荷花用毒药淹死昆虫 毛高菜用粘液杀死昆虫 瓶子草的凶器是陷阱 捕营草甚至进化出了一种神经系统 出于对食物强烈的渴望 有些植物几乎变得像动物一样 一般说来 植物不能像动物那样随意移动 然而 在北极格陵兰岛的海岸上 一种植物改变了这个规律 这里的夏季只持续五周 在此期间 太阳从不落晒 这里气候极冷 因此娇小的北极玫瑰 仙女木 进化了空间技术 给自己加热 以完成繁殖过程 它的花旦 就像一面弧形的反射镜 将太阳光反射到中心 因此花瓣中心的温度比周围高十度 温暖吸引了动物前来享受阳光花蜜 然后 它们会把花粉传给其他玫瑰 昆虫用瘦粉来交换热量和食物 但是 要想二十四小时都保持温暖 仙女木 必须跟踪太阳 它进化出了一种 会旋转的质感 这是世界上 最小的太阳能发电站 它偏离太阳的位置 从不会超过两度 植物对一切生物都至关重要 从最简单的单细胞 到参田橡树 没有它们 就没有我们 植物获取太阳能 然后将它传输给动物 这个世界 不能没有植物 从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净化确实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植物在净化的过程当中 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智慧 有位科学家曾经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他问迄今为止 哪种植物是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呢 答案是什么 您可以想一想 居然是小麦 为什么呢 因为小麦在利用人类传播自己的种子 对小麦来说 被人类吃掉恐怕正是它的生存手段 那如此说来 我们人类是被小麦利用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明天见 一个普通的化石市场 惊现一块稀有的古生物化石 一群顶尖的地质学家 经历了重重困难 最终揭开了两亿多年前 海洋怪兽鱼龙集群灭绝的真相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 海谷迷宗 海洋怪兽鱼龙集群